有这样一篇文章 但是我们来讲 讲到了唐宋时期的情况 到了明清时期的时候 中国水稻等传统作物 稻卖等传统作物 在不断扩展领域的同时 我们都知道 刚才不是说 刚才韩老师讲到了 世界有三大农业起源地 除了中国西亚还有美洲 到了美洲起源的那种作物 到明清时期 开始进入中国 那么这个新作物 就进一步促进了 中国土地的开发利用 也直接影响了 中国人口的增长 但是对于这个美洲新作物 对中国到底产生了 多大的影响 现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 有的人认为很大 有的人说不是那么大 我个人认为不是那么大 不是那么大 的确在这个明清时期 随着美洲新作物的传入 中国的人口呢 有此前最多时候的一个亿 就是说在北宋的时候 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过一个亿 然后到了清朝的时候 中国的人口呢 已经有两亿 翻翻到了四亿 就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这些人口 这些新增长的人口 都是靠 美洲传过来的新作物 靠马铃薯 一米这些 养活的吗 回答显然不是这样 我的看法 觉得清代这个人口的 迅速增长 仍然主要是靠 传统的稻卖来养活 那这个传统的稻卖 是怎么来养活的呢 第一个方面 就是提高单产 这个明清时期 中国的水稻单产 是有所提高的 第二个主要还是 靠扩大水稻 跟小麦的种植面积来维持 所以我这里面 专门考察个 一个水稻的扩张 稻作农业的扩张 我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做研究 虽然我们这个所 是以科学史研究为主 但我呢 是做的是农业史 而农业史做的最多的 还是水稻栽培史 所以栽培史 刚才主持人 介绍我的一些背景 其实他我最近这两年 做的一个东西 没介绍到 就是我在最近这几年 做了一项研究 就是关于水稻在北方 它的一个主要宗旨是什么呢 就是讲 我们一般认为 在宋朝的时候 中国的那个南方的 那种稻作农业技术 已经发展成熟 已经定型了 刚才韩老师也讲了 过这些内容 但是你这个发展 定型之后 必然会周边的一些地域 产生重大的一些影响 我就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宋代以后 原因南方的一些技术 开始向北方传播 就是跟韩老师前面讲到的 那个情况正好相反 韩老师说 历史上 北方人大量南迁 他尤其讲到那个水稻的遗灾 是北方带到了南方 可是我说 当南方日益成熟的时候 中国这种南方的 这种成熟的稻作技术 又开始的 回馈到了北方 就明清一代的移民 是反方向的 反向的 对 从南开始望北 望北 对 就出现这样的 所以呢 就是 中国的那个南方的这种稻作技术 传到北方 导致了北方一些地方的 那个水稻种植 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我专门研究过三个 三种类型的那个水稻 北方水稻 一个是三系的静磁岛 另外一个就是北京京西岛 还有一个就是天津的小湛岛 这种三种稻作类型呢 分别代表了中国北方 稻作的发展三种模式 怎么讲三种模式呢 就是三系的静磁岛 它基本上是中国北方的那种 稻作类型 三系是很早就有稻作的 据说在陶寺 寄清四千年左右的时候 陶寺遗址里 就有稻作移成的发现 然后就是北方的稻作类型